基隆这名房东实在是很无奈 这收不到房客的租金 现在可能还要自己再花一笔钱 房客是迟迟欠缴 租金又拒不见面 所以房东只好强制是破门而入 结果开门之后发现这不得了 满屋子的垃圾飘出浓浓的恶臭味 而房客其实就隐身在这垃圾堆之中 现在房东把这位房客请出门了 但是您看这满屋子的垃圾 其实初步估算 单单房东要清理跟修补 还要自己掏腰包花个20万左右 纸箱塑胶带拖鞋四处乱丢 屋子里满是垃圾 房东进屋才发现原来房客没有外出 当场要请人出门 基隆一间公寓租给男子居住 不到30平的房子 从客厅到卧室厨房 甚至是走到地板 堆的处处都是垃圾 想走却是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 基欠房租更是让房东忍无可忍 不过想要清理这满屋子的垃圾 房东可得花上一笔 找人初步估算 大概得花上20万 原本房东看重购运周遭环境 有沙滩有公园还临近高速公路 但碰上这二房客 恐怕这包租工也不是容易当 记者黄玉杰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